哈囉 大家好 我這一次要分享的一個是 日本很好用的卸妝產品 這一罐 粉紅色的 應該算是 玫瑰金的那種顏色 它是 它是溫和碳酸洗卸泡泡 這一罐 它這一罐卸妝的方式真的是非常特別 它使用前要先搖一搖 那我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的妝容 我現在妝的就是底妝 那我今天我沒有擦唇彩 那還有 修容的部分 那還有眼妝跟眉毛 眼妝的話就是眼影跟 尾巴的眼線 那還有眉毛的部分 那就是直接share大家看 如果要使用的時候就是要平放的 這樣子90度 90度 它直接擠在手上 現在手上的時候呢 就直接抹在臉上 這樣輕拍 泡泡就不見了 那泡泡不見的當下呢 你的肌膚就會感受到 溫溫的 有點感溫的感覺 溫溫熱熱的 就是很正常的 不要太緊張 就這樣子慢慢的 這樣推開 按摩 那如果你覺得不夠 像我現在額頭還沒有 那我就在搖 再擠一點 額頭上面 這樣搓 它有眉毛 然後眼睛 輕輕的就好啦 不用太大力去搓 眼皮 其實大家最注重的就是 卸妝的時候眼睛會不會熏嗎 會不會刺眼睛 我剛剛已經磨完眼睛了 然後眼睛張開也沒有紅眼 沒有人叫你這樣子 很大力去搓眼睛 就是 在眼皮這樣輕輕的搓油就好 就是在肌膚上面乳化 它就會 呈現這樣的感覺 你看我現在就可能 雀斑都出來了 它就是我乳化了 但是它這個清洗的方式 比較特別 不需要去拿什麼毛巾 或是獅子巾 或是卸妝毛巾之類的 都不需要 就是 直接用清水沖洗 大概20次 就是用清水這樣潑洗臉 這樣子就好 那如果你覺得洗不乾淨的話 你可以再用洗面乳洗 我自己本身的話 我是還會再用洗面 我再清洗一遍 那因為我現在主要是要給大家看 卸妝的成果是怎麼樣 所以我先用那個白色的紙毛巾 卸給大家看卸妝程度到哪裡 那我就拿白色的 卸給大家看 注意喔 這個不是用這樣子的卸妝方式 因為我主要是要卸給大家看 是有多乾淨 因為我不想讓人家知道 覺得好像 我好像是 作假 所以我一定要再次聲明 如果是要卸妝的話 是要用清水直接用潑的潑在臉上 這樣就可以了 千萬不可以再用 什麼 擦拭類的東西把它擦拭掉 這樣也會傷害肌膚 眼睛的部分也卸得很乾淨 眼線都卸乾淨了 眼影也沒有了 對 那 臉部的部分也超級乾淨喔 這是我的雀斑 然後呢 底妝也都超乾淨的 如果你的妝感是比較厚重的話 就是可以再多使用幾次 去斟酌的加這些亮這樣子 好了 那這樣子 卸妝完成囉 臉部的地方 說真的它卸完之後 就是臉部的肌膚不會感覺很緊繃很乾涩 就是有滋潤的感覺 好 真的是剛剛好 我已經做完肌膚保養 敷過面膜 面膜的那一種滋潤感 那記得喔 如果你覺得肌膚上好像還有油油還是怎麼樣的話 可以再用洗一遍 再清洗一遍喔